这疫情期间 您在什么地方 服药受到了一些 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 包括在中国的工厂 在美国的工厂 在欧洲的工厂 您当时有没有担心 资金链会有产生问题 一点点都没有 因为我们几年前就预计到了 因此我们早就做准备 大前年就策划了 怎么渡过2020 当时怎么策划 您预见到有这么大的冲击吗 我认为2020年会有很大的规点 把所有银行的钱都给它还了 现在不要 我的报表体现没有负债 12月份会没有问题 中国出问题的时候 中国少赚一点钱 2月份 3月份国外赚钱 跟你对抵 4月份 5月份 5月份的时候 而我是都过美国的工厂全部光 亏贬了 但是中国赚钱 中国辅工了 所以应该说您早些年做的一个全球的布局 使得这个时候有点东边不亮 西边亮的感觉吧 没有错 那现在我们就还可以吧 我们现在还过的日子还过得很好 因为负债 还有企业还有盈利 就是跟预算比会差一点 差一点就差一点 虽然现在服药的日子还过得去 您对未来的这两三年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布局和决策 您担忧一些什么 您为您自己的产业担忧一些什么 那些不如您那么 那当有的事情多的是 这位企业家你应该知道你是在做产品卖 你在服务整个社会服务一个国家 那么你的心愿要祈求世界太平 百家万业幸福和华龙 因为没有一个幸福和华龙的社会环境 就没有足够的消费基金来支持他们买你的产品 所以这个时候是无法独善其身的 对 我是对疫情这件事情看法跟别人不一样的 因为我是副教徒 我认为疫情只是起因而已 因 我把整个疫情到现在 这发生的事情归纳到疫情的1.0% 1月24号 武汉疫情严重昏城 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 到应该归纳疫情的1.0% 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刚刚门话 你什么时候成熟经济和交往生意往来 达到1月24号那一天的水平 这是1.0版了 完全跨过 那什么时候能够进入2.0呢 现在不知道 这个1.0到2.0我相信 不会那么容易 可能是要几个月几年 甚至更差的时间 不够进入4.0 你什么时候能够进入4.0